酸液神器属性解毒 和骨头 攻击形式 路过酸液池的小型僵尸会掉入池内 一段时间后溶解消亡 僵尸机 冰柚 小鬼僵尸等级小型僵尸 经过酸液池将会直接掉落 无需溶解时间 只有掉落过程 这个就类似于黑洞吞噬僵尸的技能 个人感觉非常硬核 这个攻击形式还挺好玩 以下是一些特性 1.如果池里有僵尸在下沉时 其他僵尸可以正常经过 不会掉落 2.处于溶解过程的僵尸判定为死亡 关墨如果场上只剩溶解中的僵尸 将直接进入结算阶段 3.同一行摆放两块 及以上酸液池 可以形成更大的酸液池 可以溶解中大型僵尸 4.酸液池在无尽模式中 无法继承至下一关 需要重新摆放 5.酸液池受某些地图机制影响 如掌巢、瓷砖、弹跳板等 突发性地图机制将会摧毁酸液 并恢复使用次数 摧毁了还会恢复使用次数 这点还挺好 6.对场上已经存在的酸液池再次释放主动技能 将回收对应酸液池并恢复使用次数 每次回收操作 神器都将会进入一段时间的冷却 期间无法继续摆放或回收 直至冷却结束 相当于可以无限使用 前提是要回收 7.使用次数取决于可摆放的酸液池数量 每摆放一个酸液池消耗一次主动技能 摆放操作没有冷却时间 随着等级的提升 可摆放酸液池的次数也会提升 视频中的估计是满级 也就是厂商最多存在6块池子 接下来讲讲被动技能 被动技能1 增加毒系植物的攻防属性 毒系家族狂喜 被动技能2 加速酸液池的溶解效率 僵尸溶解加快 僵尸说 谢谢牛 被动技能3 僵尸在酸液池中被完全溶解后 根据其体型 酸液池将会生成我方的酸液僵尸 不过极小型僵尸是直接掉落 不会生成对应的酸液僵尸 僵尸豆匣直呼666 生成的酸液僵尸具有酸性 可对防剧造成两倍伤害 强酸柠檬直呼6666 酸液僵尸死亡时 将会产生酸液爆炸 对酸成以酸范围的僵尸造成伤害 并附加持续性酸食状态 一段时间内 僵尸可受到更高的伤害 以上就是酸液神器的一些属性 个人总结 可玩性很高 创新性也不错 就是需要课金 拜拜下期我们聊聊点精神器 点赞关注评论